中国的锁国我相信都没办法回复毛泽东时代 即六七十年代那种锁国的情形, 那时申请出国真的难以登天, 但现在我觉得是处在一种半锁国状态,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例如做教授、行政工作的人 不是为早几年之前的护照已经收回了, 他们的公务护照已经收归省政府管理, 私人出去旅行的护照就收归学校或本单位领导保管, 他们需要的时候才再去拿, 那就是一种半锁国的状态了, 所以一般人就出国或者出国旅游, 无尊百事,出国旅游就比以前来说就没那么轻易了, 如果探亲,如果有亲人在外面, 我相信都应该还是可能可以批的, 还可以批的, 香港就是说他们现在就一个方面说疫症, 疫症,你说今年来说他申请护照据报道是, 发护照的数量是以前的百分之二而已, 就是胆少了百分之九十五, 这种情形就是一种很明显的半锁国状态, 但是如果有理由的, 我相信就说我说譬如你有亲人去探亲的, 应该不止退回到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状态, 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是一个人都不让你出去的, 你什么理由他都不理你, 我应该不会,至于香港我认为香港的情形和大陆是不同的, 香港很难做到好像大陆那样这种收护照这种情形, 可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我又没有犯罪, 你叫加加户,你收回户照, 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方面8月1日就已经修改了入境条例, 出入境条例,令入境事务次次长有权阻止人离开, 或者阻止人进入, 很多人都很害怕, 所以很多人在7月31日之前很多人都走, 但是从李永达可以平安去英国来看, 我都说他不是管到每一个人, 而是他要管的是他有一份黑名单, 特定的人他不让你出境, 所以我们作为我们普通的平民, 我觉得我是不担心的, 我就不担心我现在只不过我不能出去, 就是因为疫症,我不想去任何地方, 被他困住21日来检疫, 如果他没有这个, 我马上都会出去走走, 所以我觉得香港是, 我相信是做不到的, 假设香港做到好像大陆那样, 你要出境, 你就要向没有部门申请批准出境, 我相信出去之后的人就不会再回来, 我相信我也是, 如果你要我申请你才批准我出境, 你无论批到我出去到哪里, 我都不会再回来, 我不想再有这些麻烦, 那时候香港移民的人就可能不止是十几二十万, 我想应该不可想像的, 而且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我是这样看法的, 因为高科技股, 还有些国企或者私企, 譬如他去美国上市, 他去美国上市, 他集资集了一笔大钱, 他不是将这笔钱全部调回国内, 或者全部用于发展他的公司业务, 他很多集到那笔钱就留在外国, 留在外国, 就变了一个变相的走资, 将资产走出去国外, 走出去国外, 我相信他对某些企业作这类的限制, 是防止你走资的, 防止你走资的, 在这种情形下, 你来香港上市, 香港上市都可以走资, 不过相对在美国来说, 或者难一点, 因为他还可以有某种情形可以监控, 因为他还有中联办, 有很多东西可以监控, 我觉得你如果限制上市, 限制向外集资, 那你就会资金短绝了, 资金短绝了, 甚至有些部门可能资金短绝会断, 可能会造成一个金融的危机, 或者经济的危机, 这个危险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他怎样评估, 中国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金融风暴呢, 我不敢说是不会的, 我觉得这个危机是危险存在的, 现在经过这个疫症, 全世界的经济都含入衰退, 都含入困境, 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形, 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 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来讲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有两个愿象, 一个愿象就是生意很难做, 很多中小企业不赌钱, 甚至支撑不下去, 但是又看到另一个愿象, 有些厂家请不到工人, 支撑挖地方有些厂家请不到工人,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我不懂得怎样去解释, 我可能是某些行业在疫症底下, 在疫症底下没有办法生存, 但是可能某些行业, 譬如因为在外国, 我接触到有些厂家, 访为今年的订单多了, 订单多了, 原本那些国家在印度的生产链, 或在越南的生产链那裡交不了货, 交不了货反而又堆回来, 在中国那裡下单, 也有这种情形, 我想就是很难一概而论, 但是我如果纯粹是内循环来说, 在2021年这个年度来说, 因为中国大陆的疫情控制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这个我们不可否认的, 所以它的内循环就不是想象的那么差, 不是外表人想象的, 但是外国外资的撤走, 台资的撤走, 这个是持续着的, 不是说已经停止的, 往后怎样发展会否出现经济危机, 我们不敢说, 我不是经济学家, 但是可以庆幸一样的, 就是说中国是一个经济体很大, 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 它又不像一个小的经济体, 你如果是过分依靠出口或者过分依靠没有产业, 你一受损之后就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 因为它看有这么大,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老百姓自己就不好过, 就是不好过, 你说为什么北方那些人找不到工作做, 为什么不下来广东呢? 因为它下来广东未必是大批人来, 未必是找到工作做的, 因为广东又东莞有很多不少的厂又收拾了, 但是又有小量不收拾那些可能又请不到工人, 这个矛盾是存在的, 我觉得它的经济内循环不至于太差, 不至于太差, 持久下去人民会付出什么代价, 将来会怎样呢? 我就没有把握去做评论了, 但是我又期望它能够继续保持邓小平的开放改革路线, 以全世界的国家友好交往, 大家做生意就不要输出意识形态, 你说你的制度自信就留在你自己的960万平方公里里, 制度自信好,你不要输出, 不要最大约将你这套事输出, 起码这样会好些人, 起码对你可能有些容忍, 你譬如孔子学院,你教就教汉语, 你不要搞那麽多政治, 我觉得就不应该是用意识形态来持国, 当然你跟全世界都爱交, 大家不跟你交往, 那当然是会加速你所国, 当然会加速所国, 但它现在只是开始,第二是由于疫症的掩护, 反正你不但不可以出国, 甚至你离开自己的城市都不可以, 连开自己的社区都不可以, 大家暂时还未感觉到不可以出国那种痛苦, 现在感觉到痛苦那些是哪都是, 党员领导家属,美国签证不给, 所以我上次那麽讲, 为什麽有六万个签证给了你, 你不讲你只是讲那五百个呢, 因为那五百个是他的痴痛, 可能他的儿子、子女、老婆是他的痴痛, 是战狼外交上层的人的痴痛, 普通的百姓都还未感觉到这个痛苦, 要等待会不会这个物价, 现在大陆的物价已经开始上涨得很厉害了, 我想说老百姓可能要锁国之后, 要等到物价的上涨, 他们才会真真正正的感觉到痛苦, 那时候才会发出声音, 国家影响的层面可能就比较大些, 目前我觉得是今年之内应该都没什么大事。